中共當局對法輪功修煉團體的鎮壓持續至今 已經將近16個年頭 據報導 在中國大陸 從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 共有1449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 479人被非法庭審 245人被非法判刑 而且根據逐月的數據來分析 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 呈加重的趨勢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發布的消息 今年1月到4月 遭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分別是 237人 225人 405人 582人 遭非法庭審的學員人數分別是 81人 113人 123人 162人 遭非法判刑的人數分別是 19人 63人 81人 82人 數據顯示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人數 呈逐月递增的趨勢 尤其4月份更為明顯 報道說 今年4月25日是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 16周年紀念日 中共非常恐慌 因而加劇迫害 而被非法抓捕的1449名法輪功學員中 有很多是主流社會的精英人士 如中國政法大學老師尤兆和 北京政法職業學院退休副教授許坤 天津市導航專家熊輝峰 原航天部8358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劉元傑 南京電子研究所第14所高級工程師劉傑 前四川浦江縣縣長李小波 瀋陽服裝企業家于明等 報道指出 大陸各地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抓捕 大多是事先預謀 精心策劃 然後根據名單直接抓人 抄家 4月10號下午 湖北省黃岡市 團風縣 團風鎮派出所 出動16名警察和3輛警車 非法闖入法輪功學員洪桃榮的家中 綁架了正在集體讀法輪功書籍的 12位法輪功學員 4月18號深夜到19號凌晨 在遼寧省丹東市公安局的統一指揮下 非法抓捕了43名法輪功學員 丹東市至少有上千名警察參與了這次綁架 明慧網披露 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 普遍遭受刑訊逼供 如3月24號 河北省法輪功學員田小琴 在向民眾講述法輪功真相時被綁架 在派出所內 他被綁在鐵椅子上迫害 之後在拘留所又遭到膠皮棒毒打 田小琴的後背 胳膊 臀部被打得傷痕累累 派出所警察還向他的家屬勒索了1800元 4月13號 齊向陽 從亮 賈強等多名法輪功學員 被綁架到瀋陽皇城派出所 當晚就被刑訊逼供 遭受殴打 灌辣椒水等迫害 齊向陽被打得耳膜穿孔 前胸後背被打得親子 齊向陽因此絕食抵制迫害 又被警察強行野蠻灌食 另一向他本身的本質和他的綱領和他的一些理念 全都是與中華民族與政的因素 與老百姓是對立的 共產黨一天不解體 對中華民族的傷害 對中國人民的迫害 對法輪功的迫害 都不可能停止 大量的事實證明 中國對法輪功的迫害 一直是持續的 而且在十有加重 包括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這件事情仍然都沒停止 還在進行的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是屬於全體滅絕罪 反人的罪 特別是活體摘取器官 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邪惡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言人汪志源指出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由江澤民、周永康等 前中共領導人利用國家機器 涉及全國範圍的群體滅絕性大屠殺 而軍隊、武警醫院和器官移植中心 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主要場所 同時收集或向追查國際提供有關這方面的證據 爭取利用署罪 否則面臨的那就是證判 汪志源呼籲美國政府及全世界正義的力量 都行動起來 制止這場發生在中國的人權災難 制止中共對信仰自由的踐踏 和對善良生命的虐殺 出席中心是否和我們 在這場發生在中國人爪 發生在中國人爪 出席中心是否出席中心是否